它和鸟一次意外的邂逅 却不料半辈子围着鸟打转 如今它是年入二百万的农民鸟叔 升国旗 骑自行车 被唐诗 它调教过的鹦鹉 各个精灵古怪 身怀绝技 它就是来自河南洛阳的乔剑鼎 大家好 我是来自洛阳的乔剑鼎 今年46岁 欢迎您 乔剑鼎 这个鸟是您带来的您训练的是吗 对 这个鸟叫什么名字呢 它的名字叫玛丽 玛丽 是女生啊 对 它是个女生 嗨 玛丽 你好 它会跟我们打招呼吗 嗨 玛丽 你好 我是马丁 你哥 你哥 把手举起来打个招呼 来 嗨 玛丽 你哥 玛丁在这呢 那他会叫玛丁哥吗 玛丁哥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看到他玛丁哥了 兴奋 对 比较兴奋了 哥 你行吗 您养鹦鹉有多少年了呀 我是从93年开始接触鹦 到现在有23年了 我听说你还给鹦鹉办培训班 有多少鹦鹉来参加你的培训班 你又教他们一些什么呢 这鹦鹉呀 还有很多才艺 比如说语言 你像这些动作 有技巧类的 脑洞类的 等等等等很多节目 所以说呢 把自己的宠物 培养得有才艺一点 万一我的话 肯定认自己的主人吧 对 如果我上去的话 他不但不认我 还走我一口都说不定 你去试试吧 那他会走我吗 不会的 不会的 真的不会啊 对 不会 嗨 马丁丁丁 你可以喂喂他 马丁丁丁你好 马丁 妹妹 没事 没事 他自己还多出来了 那怎么着 你还是俩人脸壳吃啊 马丁老师啊 消耗不良 你的妹妹真的 经理聪明 出妆比你妆 你不要害怕他 他不咬 他不咬我啊 你还可以教他跳舞啊 哦 来 你也可以啊 你看 你看老师 我跟你说 你就这样手呢 这样动 手不要让他吃到 然后呢 让他看到 这样手上下动 再远一点 等 等 等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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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了我们马家人 你们马家一起来 来 两两颗 来 来 你看肯定不行 没戏 你哥哥浪迹跳舞 没有不明 你哥哥浪迹跳舞 哦 来 有点害怕 来 刘老师 让我们马家人来试一下 你往那边点 别这么生人 他看着 好 他静静地在认 开案子是同义母的 到底是什么时候 跟哥哥失散的呢 真是 哥 哥 你在旁边 还给我来吧 哥 来 我跟你们说 你们知道马丁心里在想什么 三个老腊肉还在这动我呢 我喜欢的是小鲜肉 都坐在上面的是吧 来 你像他呀 这样可以解开 可以放到你身上 都是发爱换的 放到你的肩上就没事 好 来 站过来 站过来 看来这和鹦鹉近距离接触没那么简单呀 更别提跟他一块跳舞了 瞧见顶的功夫还真是不一般 说起瞧见顶在河南那那可是鼎鼎有名的 人颂称号鸟书 鸟书家里绝对是鸟的乐园了 有几百只鸟呢 什么巴鸽 聊鸽 画眉 黄雀 鹦鹉 是你唱一句我鸣三声 热闹极了 在鸟书瞧见顶的眼里呀 每一只鸟都有各自的特色 有的呢 爱唱歌 有的爱运动 有的呢 爱调皮 鸟书常常是被气得哭笑不得 据鸟书说啊 它的这些小伙伴最调皮的就是小灰灰 小灰灰是鸟书养的第一只鸟 当时呢可是花去了鸟书大半年的工资啊 灰色的羽毛 红色的尾巴 非常漂亮 鸟书对小灰灰真可谓是一见钟情啊 但是初来乍到的小灰灰 对这个新家好像不咋喜欢 天天上演着大逃亡的攻略 第一次玩消失 那可真把鸟书给吓坏了 不过是转身半个神的功夫啊 哎 鸟架子上空空如也了 鸟书在屋子里转了一圈也大了闷了 我怎么没看着鸟在哪呢 这门窗都关得好好的 怎么就消失了呢 再仔细检查了一遍 才有了重大发现 砂窗的角落破了个大洞 窗台边上竟然还有一坨新鲜的鸟屎 毫无疑问了 这家伙越狱了 鸟书啊 就顺着后山找 隐隐约约听到有个声音传过来 我是小灰灰 我是小灰灰 循着声音过去一看 哎 还真是那小鸟啊 原来啊 这小灰灰跑是跑出来了 一着急 又把自己的链子给缠到树枝上了 于是就可怜兮兮的在那叫着 等着主人来救它呢 看到鸟书之后啊 它似乎也知道 自己办的事不太地道 还给主人卖萌呢 I love you I love you 惹得鸟书是哭笑不得 从此以后 这小灰灰就再也没有偷偷溜出去过了 逐渐和鸟书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哥们 有一年冬天 这鸟书带着小灰灰去参加一个春节庙会 天非常冷啊 零下七八度呢 表演场地又非常高 在七楼的天台上 小灰灰就表演那个滑滑梯 从上往下滑的一瞬间 这一阵狂风刮下来 就把小灰灰给卷走了 鸟书追到了楼边 根本就不见了小灰灰的踪影了 鸟书心里郁闷不已啊 觉得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它的小灰灰了 你说陌生的场地 而临次至比的高楼大厦 阵阵呼啸而来的狂风 这小灰灰怎么可能找得回来呢 乔建鼎在天台上默默地坐了一个多小时 正伤心难过呢 突然听到有人在喊 乔老师 乔老师 你那鸟自己飞回来了 乔建鼎不可置信地 跑到楼下一看 这小灰灰正在艰难地煽动着小翅膀 穿过狂风 一点点地挣扎前进 扑到主人怀里的那一刻 被冻得四色发抖的小灰灰 再也没有一丝力气了 只能用小奶奶瓜轻轻地 蹭了蹭主人的脸 那一刻乔建鼎满脸是泪呀 对于乔建鼎来说 这些鸟已经不再是宠物 而是它最为亲密的伙伴 它们同吃同住 一起训练 一起表演 组成了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 那么今天小灰灰和她的伙伴们 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和欢乐呢 一起拭目以待 我们的古人在宋代 出现了那个成语 鹦鹉学舌 对 运动机能是很好的 你像这只灰鹦鹉呢 它是世界上语言 天资最聪明的鹦鹉 还没有断奶的时候 就学会简单的你好 你好 语言天赋非常的好 它在美国呢 有一家鹦鹉研究机构 研究这些鹦鹉呢 它相当于七岁孩子的智商 那么高 那七岁能够跟我们很自如的对话了 对 我女儿才三岁半 已经可以开始背诗了 她能背吗 你这个题太难了 鹦鹉学说话已经不容易 你还背诗 她会背 她会背 你看她还要站在我的手上 说 来给大家问好 你好 你好 说出来了 来说句英语 我爱你 我爱你 我是鹦鹉 我是鹦鹉 我说话了 说的我会说话了 接下来呢 我就背一首诗 我背一首除和让它接 我背上一句 让它听到下一句 一定得接上 咱俩背一首诗 除和日当我 我背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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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第三句 谁知盘中餐 你你爹地鼓 怎么样 太厉害了 像这样一首诗 你要教它多少时间 它才可以学会 至少这半年以上 然后呢 还得让它给我能互动 它能听懂我的意思 你为什么它能对诗呢 它就是努力地听着你的声音 它知道你说的什么内容 然后 它接着往下对 这样的鸟很少 有的鸟也不常见的 除和日当午 你看我教的时候 用的都是女声 这样的教出来的鸟呢 说话声音清晰 嗓音甜美 我明白 这个讲究 你就是说教什么 他就会 你要是跟他说干啥呢 他也说干啥呢 那他就是 我们有一个朋友 家里的特别好玩 他们家有一老阿姨 特别害怕客人 在他家吃饭 每一次来客人 她说 你刚刚吃过饭到我家的吧 结果这鹦鹉就学会了 每回我去 她说 你刚刚吃过饭到我家吧 我说我吃过了 我知道玛丽是很厉害的 上过很多大节目 对吗 对她是一个老演员 据说她能升旗是吗 对 来来来 看一看啊 开始了 哦 好 哇 哇 快点 好嘞 好嘞 好棒 哦 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 运动型的选手 您看他不说话 但是他会运动 咱们让他表演 骑自行车 挺不容易的 玛丽 人真不容易 人都没有手扶着车龙头 用嘴叼着呢 是吧 对啊 太不容易了 还有绝活 来 准备掏球 哇 两个 再来一次 掏球 来 过去看看自己打得怎么样啊 看看 这就叫什么呀 打不倒就把你吹倒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呢 你看看 哎呦 好 全中 不错 我刚才感觉 他骑自行车特别不容易 因为那个是需要平衡的 嗯 那他的平衡是怎么掌握的呢 他是用嘴 用嘴控制平衡 对对对 因为呢 鹦鹉呢 他是属于盘元类的鸟 非常善于在树林里边 飞缩盘元 他怎么盘元呢 他就是通过嘴 他在这个树枝上 他伸着脖子 一个嘴呢 勾入那个树枝 他就可以完全的 把自己的两只爪子松开 就可以支撑住 他全身的重量 那也就说明 他的这一个嘴是非常尖 非常的犀利的 对对 非常的犀利的 我靠小灰灰行吗 嗯 你靠小灰灰可以啊 好 来来来 让他学一个简单的 学母鸡叫他会叫吗 有点太过分了 让鸟学鸟叫 就学鸡叫 是不是 学鸡叫 母鸡生蛋的可以 可以 那咱们试一试 来听好了啊 跟着我学 不要说话了 母鸡生蛋的是 再来一个 我觉得鸟和鸡 至少都还是有翅膀的 有毛的 来一个难点的吧 bracht 来个狗叫 你这个才难呢 要鸟学狗叫 鸟怎么学狗叫呢 按道理它想学什么都能学 只要它跟着我学就快 来 你听好了 学狗叫 不要说话 乔大哥 我说句公平话 它的狗叫比你的狗叫叫得好 清除以来胜于来 不 它学得像 真的 我听说会说话的鹦鹉 其实价格是很高的 你能不能透露一点行情和信息 我不知道我买不买得起 像这样的 严格来讲 鹦鹉是不能卖的 它是国家二级暴富鸟类 那我怎么办呢 那你就只有看我玩了 我能冒昧地问一下像您这样